NPV市场现在是一片火热 合资车 国产车都卖得不错 当然也不乏一些高端车 就拿宝马来说 似乎大家没有听过宝马有NPV 但其实NPV对于宝马来说 已经是过去时了 人家在25年前就玩过了 当时宝马发布了一款概念型 NPV Columbus 哥伦布 寓意为这款车是像哥伦布 发现新大陆一样 开创汽车新时代的一款车 这款车从外观看 就让人非常的震撼 如同一艘潜水艇 在25年前就能有这么前卫大胆的设计 难怪宝马一直走在车界的顶端 这样的设计元素 即便是几十年后的今天 已然不算落伍 甚至可以说还是非常超前的 这就是宝马的价值所在 在当时这款车是为宝马品牌造势的产物 当然没有量产 目前为止只有这一台车 但现如今再看这台车 可以说是宝马压箱底的宝物了 外观方面 颠覆人们对汽车的认知 非常的另类大胆 仿佛是从别的星球上误入地球的一般 非常的奇特 跟高铁的车头设计有几分相似 侧面车窗的设计更是有趣 分为上下两层 使得整个造型更加诡异神秘 让人忍不住侧目 无矿玻璃的设计 让这款车更加与众不同 就是到现在 无矿玻璃也是潮流元素 内饰方面就更加颠覆你的想象了 驾驶是只有一个居中的座椅 真的就跟在太空舱驾驶宇宙飞船一样 在25年前 宝马就能达到这样的设计概念 让人彻底被它征服啊 看内部座椅的排布情况 可以得知这款车 内部空间一定非常富裕 车身尺寸也一定不会小 据说光是车长就达到了6米多 车内座椅布局也非常特别 采用1加2加2加2的布局 每排之间的距离也都非常宽敞 而且每个座椅都是独立的 像一台单人沙发 乘坐感受不用说 也知道非常棒了 这样的大家伙 动力系统弱了 估计连跑都跑不动 所以它搭载了5.0LV12自然吸气发动机 最大输出功率408马力 这样的动力系统真是非常出色 难怪拖着这么重的车身 都能跑230千米每小时 看了这款车 更是不得不佩服宝马的前瞻性 和造车能力 难怪能这么多年遥遥领先 凭借这么过硬的技术 希望宝马也能尽快推出 面向大众的NPB 想必也是出手不凡